你去你 姐夫 劝劝我姐妹 让她给自己留条后路 她已经印下陈工博和陈碧君 要为南京政府效力到底 以她的性格 她是不会实验的 姐夫 什么时候私义变得比公义还重要了 何为私义 何为公义 所谓政治 不过是一帮人 结成私义 行公义 这两件事 是不可分的 南京政府如果解散了 你们怎么办 旧老你知道 人生有许多无奈 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股力量 推着你身不由己地往前走 当你做某个选择的时候 你会觉得此情此景 就是你当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可过了许久 你回头看 你会发现 你使不过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越走越远罢了 这就是一步错 不步错 不 姐夫 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想回头 都来得及 来不及了 姐夫这辈子 就是这么深不由己地走的 明居到前面是火坑 也要往下跳 既然我选择回到这个家 我就会陪着你姐 一直走下去 先生 你请坐 太太 这位先生说他是您的同乡 程碧姐 程碧姐 程碧 快坐 好久不见了 宋光 宋光 你来 宋大哥 程碧 你怎么来了 先坐 好 这是省碧的弟弟 小云航 金河舍也好 你好 坐坐坐 这些年 你都去哪儿了 当年和双局 在上海逃难走散之后 我自己就回武汉乡下了 这些年 一直小心翼翼地过日子 那你怎么又来南京了呢 宋大哥 程碧姐 我求求你们了 程碧 我求求你们 就求我们村里边的父老乡亲 你别这样 先起来先起来 坐下说 村里人怎么了 前段时间日本人 在村里边贴了一张告示 说是要招劳工修铁路 村子里边的男装您都报名了 但是他们上了船 来到南京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修什么铁路 是日本人在搜捕劳工 乡亲们就不干了 可日本人 就把他们给关起来了 一个多月都过去了 村里边的所有男装进 都不见了 我们到处找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宋大哥 你说这日本人 真的要把他们 拉到日本当库历是吧 程碧姐 宋大哥 你们知道这个事是吧 他们真的要被囚禁起来 运到日本是吗 程碗 这应该是传言 不是事实 可他们确实给抓起来了呀 他们都是家里的重劳力 他们的孩子 媳妇 爹娘 都在家里等着他们呢 姐 姐夫 你们在政府认知 对于这件事情 一点都没听到风声 最近占据不好 日本国内的劳动力 严重匮乏 这是事实 宋大哥 程碧姐 你们二位 是在政府里边做事的 又都是大官 能不能看她是 父老乡亲的面子上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 你救救她 我求求她 你 程碧姐 起来 你们就想办法帮帮她吧 程碧姐 你听我说 你的事情 我记下了 我会去问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和日本人的关系 我说话 也不一定管用 但是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谢谢宋大哥 这是我在南京住的地方 要是你有消息 记得通知我一声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宋大哥 谢谢程碧姐 唐妈 唐妈 来送一下客人 好的 谢谢啊 这个长发 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了 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 不打算帮呗 怎么帮啊 这是日本人决定的事情 没法帮 也就是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我怎么会知道呀 好 姐夫啊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害怕自己一步错步步错 到时候就回不了头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 回头是岸的大好机会啊 你想想 你救出了这帮人 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 就当是给自己买了一张赎罪卷呢 坦克容易啊 我们现在真的是 心有余 而力不足 那 你怎么向刚才那个长发交代 拖一段时间 就说问了 没办法 我想来想去啊 长发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完全不管的话 心里面 总是有些不落人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嘛 有什么办法呀 这件事情 陈公伯点名让我负责 我能怎么办呢 你觉得 长发说的这件事情 你 跟程碧姐有关 肯定跟她有关系 而且啊 她一定参与其中了 难道这就是 程碧姐正在负责的 那个秘密任务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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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一别 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 我姐经常跟我说 那个顾长发 好像很喜欢你 没想到你也很关心她呀 怎么 我不能关心她 当然不能啊 你只能关心我一个人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肯定是还要关心 另外一个男人的 谁呀 和平啊 我们也要 disc上面 没有 遗 игры 我们就行 但那个下 armies 二们是 Abgeordncamp 真是的 不味了 不是 都是 找枉 Spit 但你 有个麻将 group 혔 �� 你这车也够脏的 去哪儿了 是不是偷偷带着小姑娘去约会了 这我可就不敢了 君豪少爷 您这可不能冤枉我 那这车上的泥从哪儿来的 车上的泥是前天带萧主任去江滩 路上全是泥 回头就给您刷掉 我第一次来江滩边 没想到这么荒凉 看起来不像有人的地方 咱们到那山上去看看 走 走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声音 什么声音 好像是狗叫的声音 好像在那边 走 走 这里一定就是关押劳工的集中营 重兵把守 一定没错的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绕我去看看 走 这地方可真够隐秘的 快点 我觉得 这些人不仅仅是老公这么简单 没错 他们不像是一般的状劳而已 很有可能是战俘 那现在怎么办 我拍几张照片了 回去以后确认他们的身份 又一点 放大 好 好 我们赶紧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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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 tech 来 是 刘姆 重生饿了 什么时候吃饭呀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先生那儿还忙着 让你带着少爷先吃 我这就给你打饭去 记住 参加下月十号行动的所有人 从今天开始都给我集中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擅自离开 对 这下任务的保密机 是 主任 如果修特委员拥挤这些人 我怎么说 我告诉他 人都扫到七十六号去了 要找我去上班 儿子 怎么不去吃饭呀 你怎么不去吃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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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了 知道心疼爸爸了 爸爸也饿了 走 吃饭去 走喽 站长 这个事情的道特别狡猾 咱们监听了他这么多天 现在只知道 他要在下个月十号进行行动 关于行动距离内容 他一定点也没在电话里透露过 你们继续鉴定 是 在这里帮你干活 就让我想到 咱们当时在根据地时候的情景了 那时候 我们在院子里帮战友们纳携 何平就和小朋友们踢球 现在想想 那时候真是太美好了 是不是想和平了 是不是想和平了 想 但是我知道 和平在延安 比在这里更快乐 和平这些期 又获得了优秀小雕兵称号 八路军抗数子弟小小的老师们 都特别喜欢他 说他身上有一股 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特别像咱们八路军的小战士 是吗 和平啊 以前最胆小了 见了陌生人 都不敢多说话 这几年军号一直鼓励他 慢慢地 变得有自信了 越来越像个小男子汉了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 你们和和平 就能团聚了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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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江滩边被关押的劳工身份 军昊已经查清楚了 大部分都是被骗的老百姓 还有一小部分是国民党的战俘 日本人这么做 是知道自己不行了 玉主 不管这批劳工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和同胞 嗯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 但他们具体的转运时间 咱们还不清楚 如果有可能 还要从萧承碧身上想办法 萧承碧最近走出完规 我几乎见不到他 要想从他身上知道具体的情况 恐怕是很难 萧军昊在特工部 有什么发现吗 他完全不知情 估计是被派出在外了 不过 他说最近陈德道很神秘 可能是和这个计划有关系 陈德道要参与了 那军统那边 一定会知道些什么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应该主动去找孙天璞 主动找他 对 我跟顾长发是同乡 在这批被关押的劳工里面 有大部分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 我可以和孙天璞说 我是担心家乡父老的安慰 所以才投奔军统 这样一来 我不仅顺理成章地打入军统内部 还可以在解救劳工的事情上 得到他们的协助 镇长 他来了 去他一个人 你在这儿等着 是 对不起夏小姐 刚才遇到了戒严 我来迟了 没关系 我这知道你会跟我联系的 我 有一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助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他 我从陈碧姐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 她负责的这个事 关系到我家乡父老的性命 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要救他们 我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我就说嘛 夏洪轩的妹妹不是一个脑种 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帮你就是那些父老乡亲 以后 您要帮我们从萧生碧和宋光那里 打探到我们所需要的消息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 做出一份所有中国人应该做的贡献 夏小姐 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好 站长 升级 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吧 要不要叙叙救 站长 能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吗 长话短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你为什么要加入军头 家乡父老性命攸关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啊 让我来办呀 你为什么非要把你自己搭进来 我觉得孙天璞说得对 国难当头 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 你肯定不是那些屁话你也信 不行 你不能在这儿啊 现在早了 现在还来得及 收曲 我留下来有什么不好啊 这样 这样我们俩就又能在一起了 孙小姐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孙小姐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现场让你们进去 好 那孙小姐别说了 进去吧 我从肖成碧那儿了解到 韦政府和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转移任务 他们要把在押的战俘和从各地搜捕来的劳工秘密运送到日本 以满足战争需要 我知道 这些人现在被集中关押在城郊的江滩附近 有专人看守 这些人当中 除了有你们国军的人 还有许多老百姓 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些 是 夏小姐一出手 便掌握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果然不懂本想 不瞒你说 双局在陈德道那儿 打探到了特工部 十号有一次秘密行动 想必就是你说的转移任务 你们这对姐妹花 一个打探到了行动的内容和地点 一个搞清了行动的时间 真是株连闭合 缺业不可 夏小姐是原福将啊 当时我在争取你 双局拦着不同意 若是听你的 岂不是我们南京站的一大损失吗 孙正长您过奖了 双局也是好意 我没有收过什么训练 只怕以后给你们添麻烦 我们那些训练课程太过丝吧 在我们内部 那些信念优异的同志 一遇到真格的都不成了 不像你没受过信念 都能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各位 对 戴局长指示我们 要不惜一切代价 营救那些战俘和劳工 夏小姐 这项任务由你来负责 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跟我说 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是这个团队 你不失去那种 你的声诈 这些人 对你打算 你明白的是 那怎么办 对你 还有不可看的 感谢观看 小姐 没事吧 你真的不该来 来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去交车送你回去 已经确认了 之前被捕过的三十六年二十的代事 就关在江南的那个货场 认识证 不是居多的侄子吗 所以居多很看重这次营救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首先把他的侄子救出来 其他人都动脑子 如果不是因为要救这个人 你以为还会有侄子 让他感觉还不错 让他慢着 让他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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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必须要求其他人 他不应该不让他招待 让他不招待 那ひ一堆 让他招待 我们的招待 让我们的招待 该招待 这招待 进去了以后呢 就会把咱们外面的情况 告诉里面的兄弟 到时候大家齐心协力 来一个里应外合 这一次啊 军统的人想不插手都不行了 到时候一旦发生暴动 谁会在乎谁是代理的职责 你放心 这一次啊 咱们一定会把那些乡亲们 都给救出来 还有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战俘营里现在正在负责 搬送日本人在华掠到的 煤矿物资 看守他们的兵力并不多 而且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语初 你怎么了 从回来到现在 你一直信不在焉的 出什么事了 到底发现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看 或许我能帮你的 是长毕姐 我姐 她怎么了 是长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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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来都不知道敲门 对 对不起 主任 发现一个可疑信号 城里的可疑信号还少吗 发精小怪 这个可疑信号在 在您家附近 崇拜她 想变成和她一样的女侠啊 要做一个有思想 勇敢坚强的新女性 有什么苦衷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虽然你的出身低人一等 人家好歹遵你一生 陈太太 陈碧姐 你还是叫我双举吧 那我可不敢 万一让你家陈先生知道了 还以为我欺负你的 主任 军筒的 下月十号行动的所有人 从今天开始都给我集中起来 已经封锁消息了 山外也设了关卡 保证运缩安全 来了 出来了 刘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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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回来了 重生回来了吗 少爷还没放学呢 给我搜 是 你们不能乱动啊 好 好 ma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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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月是把壳都弄脏了 不能拉着动啊 别拉动我 没加点东西 雇双菊去哪儿了 太太一早就出去了 没说去哪儿 今天有什么重要活动吗 国际联欢社 好像有一场慈善活动 很多药员都会参加 增加了巡逻的士兵 他虽然是罕见 我能理解 他们到了 我得去跟他们混合了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行 你现在公开的身份 是日本特务 不能出现在军统面前 你好好做侦查 你在我身后 我安心 有什么危险 记得往山里跑 等我的好消息 傻丫头 走了 走了 我们在原有的留养局 计量所 御英堂的基础上 整顿扩充 筹集捐款 筹措善款不足的部分 从地方税款里 着量提用 通过谋工解决衣食 并且每月 对收养的人员 出孩童外 进行考则 在此 我代表南京政府 代表陈公博主席 对各位的到来 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厚爱 我们南京政府才能够在逆境中 不断地成长 来的时候 有记者问我 今天的慈善 狗双局 是不是 承蔑 � prophesiet 快跑 快走 寂寞沧桑的月 爬過漫長的夜 又是綿綿細雨 飄落的太肆意 今生那些記憶 一朵綻放著的紅橙圍 遍遍花瓣不滿 靜音淚水還是那麼絕對 沒有一絲後悔 一朵人海中的紅橙圍 體會夢多曲折 百轉千輝無所謂 勇敢綻放有多美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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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相聚能面對 前盤的總受罪 往事怎麼回味 埋葬毫過崩潰 一朵綻放著的紅橙圍 偏偏花瓣不滿 偏偏花瓣不滿 靜音淚水還是那麼絕對 沒有一絲後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薔薇 体会梦的曲折 百准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薔薇 翩翩花瓣不满 轻盈泪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个人海中的红薔薇 这条路过曲折 百准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 心碎 defined by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